记者冯毅宁综合报导跟TWICE一样是从选秀节目精挑戏选出来的南韩女团 Mommoland争议不断 今年初就有网友质疑Mommoland的歌与TWICE相似 如今发行新专辑又创话题 Mommoland上月发售第三张专辑GRADE被质疑刷党 但经纪公司出面否认刷党传闻 根据南韩唱片销量统计网站发布资料GRADE 昨12日售出8200张单日销量就超过1月份销量 不久之后就有人指出GRADE 1月份总共才卖出5000多张 但是昨日却突然大爆量 明显是经纪公司为打榜而刷量 南韩业界人士表示 如今南韩乐坛一天能卖到8000张销量的大概只有Ixu BTS防弹少年团101等顶级人气组合才办得到 一般女子组合一过月都未必能卖出这种成绩 难怪令人起疑 但Mommoland经纪公司回应刷党执疑 表示公司根本没有那么多钱刷党 目前他们也正在确认销量来源 TWICE座与Mommoland常被拿来比较 翻设字Dispatch Mommoland翻设字WELL News